Hello 各位观众好 Hi 大家好 白天使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7号 龙哥打怪第121集 我们今天主要是要谈 这个D612星球小王子的很多的故事 那台湾跟这个小王子呢 其实落差很大 小王子的星球是一个很重要的星球 最主要有什么 玫瑰花对不对 对 还有呢 它里头为什么不能够种一些奇怪的东西呢 能不能里头能不能种这个 121能不能种这个呢 这个是121 121 能不能种这么大的香蕉呢 这么大的香蕉 太大 对台湾很多香蕉 很多红梨 但是也这个都是农产都很棒 但台湾的官僚呢 都是不太好 就是充满着怪怪的 他小王子里头 他说不能撒下什么样的种子 他一定要把它拔掉 有什么种子呢 他有一个猴面包树 猴面包树呢 因为他的特性就是他会侵占所有的土地 但他把所有土地都侵占了 你刚才讲是什么猴面包树 猴啊 猴子的猴 猴面包树 真的有影射作用啊 猴面包树 它因为会侵占所有的土地 所以小王子就觉得 我的星球太小了 怎么可以融下这么大的树呢 所以在这个树很小 像种子的时候 我们就要怎样把它整个拔掉 这个很重要 就不能够让它有掠夺的意识心态 没错 那要专心要爱护它的小玫瑰花 爱它的老百姓 对不对 没错 所以爱护它的玫瑰花 还有照顾它的好朋友 小狐狸 小敌对 那小王子呢 跟台湾的这个官僚呢 有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能有猴面包树呢 它是影射什么 它影射的是纳粹的势力 哇 就是掠夺者 掠夺侵占 把它所有的地盘都这样 侵占观光 那个掠夺者看到任何的星球 都要把它记为俱用 对不对 没错 无限的蔓延这样子 对像台湾很多这个乡镇长啊 都是掠夺心态 最近在收这个地价税啊 房屋税啊 他们都是把龙舍呢 把它不是把龙田呢砍掉 变成这个可以住宅区 为什么可以收钱啊 因为龙田 所以有一个片 拍台湾到处的龙田都被砍光光 台湾虽然要盖工厂 但其实有很多晦气的工业器啊 那为什么工业器不用呢 要去弄农田啊 还有人去养地啊 对不对 像这个苗栗王叫刘什么 刘正宏 他说养地可以养20亿 因为他把苗栗有一大堆工业器啊 他不拿出来用 然后把宝贝的农田全部干掉 台湾哪个县市长不再搞农田呢 好像除了台北比较难啦 太小了没有第一个搞农田 因为以前的市长都搞掉 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没有农田可以弄了 所以这里有猴面包树 对 掠夺意识心态 很多东西都把它当做生意 生意对不对 连我们当官的是不是 把做官当做生意 对啊 小王子他在那个旅途中啊 遇到好多不一样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商人 他说商人啊 其实就只要他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想要什么 占为己有 就算是天上的星星 月亮 只要是第一个被他看到的 他觉得哦 就是属于他的 其他人呢 你想要吗 来 付钱再说咯 这就是商人 那官员啊 官员也是啊 付钱再说咯 这不是很惨吗 那我们的官员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像猴面包树 像商人一样 掠夺人家东西 对不对 那就没有办法保有最珍贵的 什么 主心 对 然后也没有办法真正的爱 对不对 看不见的才是最好的 对不对 不知道怎么样爱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 从官员的生意经 要转变成为拯救人 其实我们的整个台湾还是停留在以前 都是官员 都是掠夺 都是像这个寄草顶一样 对不对 这个 反了 对啊 把它反过来 中间的是蒋介石 这个呢 是科研文 这个呢 是寄草顶 然后我们的财政部 我们的华务部 我们的司法院 都不是用小王子的 B612星球的想法 而是用掠夺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才导致呢 人民会很痛苦 这就叫做人祸造成人民的痛苦 那这有没有比较好一点 有啦 有些人想改 但是还没有改得很好 对不对 你觉得我们的小牧山 有没有改好一点 小牧山 对啊 什么是牧山 牧山啊 就是有个小部长 财政部长 最近在搞这个 法条要搞 碎尖基增法要搞28条 对啊 哇 什么会这样子呢 好 那我们今天来最主要 要谈我们的副标题 就是法律的典范呢 在医邪的这个拯救 医邪拯救呢 有好多医邪拯救 叫做我们上一个 上一集提到杜延坤 对不对 他救了好多人 开刀救很多人 然后他自己也免会 跑到澎湖去 然后也动他的度式刀法 哇 这一只开刀 其实我们今天要再谈一个 美国的黑人 他叫做 Vivian Thomas 黑人 他很厉害 他是扫地的工人 然后他竟然会写刀 写开刀 而且他的教授 这白人教授呢 叫耶和 Hopskin的那个教授 那个是很有名的医邪院嘛 那他的开刀呢 他有一个叫 叫做什么 蓝阴症 蓝阴症 对 蓝阴症呢 都会死掉 百分之百会死 因为当时 后来他就给他开刀 他用 慧部的一个血管 把他接到心脏器 对 那这个好像叫做 疑血管 这跟杜严库很像 对不对 杜严库也是用这个 所以我们这医生呢 实在是很厉害啊 对不对 接通 对 所以他们都在拯救人啊 那我们的法律人呢 他们身上都背了一堆石头 一脚把人家踢到井里面去 然后石头给他盖上去 对不对 对 他永远都跑不出来 对 然后他们的思想的是 暴力 霸凌 掠夺 欺骗 我们的所谓的三性 对不对 就是 就是静清搞在一起 静清 对 静清完整 然后呢 作弊 通空暴行 沙坝堆叶 然后崩溃腐败 搞一堆东西 台湾的官僚 就是这个问题最严重啊 对不对 台湾的土地都为什么乱七八糟 台湾的官僚 一天在搞建设 然后在搞 基金会搞钱 搞一大堆东西 然后跟有一些奇奇怪怪 人在搞在一起 对不对 所以真的 官不聊生 不对 官也让人 民不聊生 官也爽歪歪啊 这样子民不聊生 民不聊生 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 要谈的就是 这个人祸 政府造成的人祸 跟救人的拯救者 这有没有很大的差别 当然了 完全不一样的思想了 真的不一样 在欧洲 德国 瑞士 很多的 北欧的国家 他们一直 兴起一个 法力的起门运动 就是要谈 人 人最重要 待会我们会有几位 法学家 医学家 还有所谓的音乐家 他们都把人当作第一个点 我们会谈到台大医院的院长 叫做什么名字啊 吴明贤 吴明贤是吧 他有排列他的顺序 一二三 第一个顺序是人 第二个顺序呢 才是医生 第三个才是专科医生 对 那我们比照法力来讲 第一个是人 第二个才是 是法力人 然后第三个才是 你担任的职业是 裁判者 法官 检察官 理师 还有教授 还有这个司法记者 先为人 后为拯救人 对 最重要是人 如果不是人 什么都不是啊 对不对 有一个人讲说 哇 你知道我们的国家好大 越大的国家越好 我说 很好 可是你们每个都不是人 每个都是奴隶 那有什么用呢 国家大 你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都是奴隶 你都不能当人啊 这样你有什么用 所以最主要 国家也不要那么大 其实就是要 真的要 制度 就是要人很重要 人格 人性尊严 会长得 对不对 这是从B612拿来的 这家伙 吃饭的家伙 好 那我们接着再谈 这个 台湾 这个 人货呢 由加害人呢 有分级一个情形 就是政治整数 法整数 跟税整数 我们知道 台湾这些 警总时代 清朝时代 都要虐待人家 对不对 都喜欢给人家 穿小鞋 或给人家搞鬼 对不对 然后我们待会会提到 这些对比 那我们会提到 919 这个 黄妈妈 这个 被整数 那个检察官呢 叫做什么名字啊 很有名哦 现在 他名字已经出来了 以前都保持秘密 大家不知道 他的大名呢 叫做 陈 新 男 光 中 新的 男 男生的 男 他是 叫做 稀有 大 学 对不对 不是 不是东吴了 但那个思想呢 有没有 把别人当人 他认为 有 这个东西呢 要引用 新加坡的 边形 我们 边形 我们知道 沈家本在 清末民初 他才会掉 体型 肉型 人家沈家本 时代 都有新的观念 说用体型呢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们的 行华呢 只有 只有这个 自由型 跟财产型 对不对 然后不能有 身体健康性 结果这位 伟大的 年轻的 检察官 竟然要用 边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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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知道 难怪 那新竹地方法院 最近在审理 这个 黄妈妈告 你贵分的 治疏案 是不是 本着人钱的观念 好像也不是 他们竟然用 治疏 裁定博会 所以我们觉得 台湾 法律人 他不知道 法律人的顺序 一是人 二 才是法律人 三 才是 你是法官或检察官 他把他倒过来 认为 一 他就是法官 检察官 二 就是他的 生意 三 就是人民是 应该要被修理的 所以这个很严重 所以这个 这个诊数很严重 那我们看一下 加害人呢 有可能有积极加害 跟消极的不作为是加害 还有包庇的加害 那在很多案件呢 开始的时候是积极 然后后面有做事不管 然后最后又包庇 那包庇呢 就是台湾的司法界最容易包庇 然后下 陈欣系呢 要提次数案 人家第一个地方 那个法官呢 检察法官真的很好 那叫林什么 林什么法官 林纪委吗 对对对 林纪委 人家就是完全按照 意见的审查 你要主张什么 然后呢 你的主张 有没有侵害的法律 我能不能让你通过 那他主张你要是 这个刑法213条 所谓的侵害公众或他人 然后这时其实有个章话的 一个 邱志平 对对对 那个叫邱志平 对 宴长 他说这个呢 应该不能够提次数 但是法条已经规定 他可以侵害他人或公众 他人就个人法律 当然可以提 从法律的观点可以提 所以呢 人家林纪委法官 就让这个案子 进入这个真正的审判 可是在新竹的审查 他竟然用裁定 而且用所谓犯罪嫌疑不足 你没有调查真正题 你怎么知道犯罪嫌疑不足呢 然后你就用裁定给他拨回 所以这些法官历史会把你记下来的 不过抗告 我们希望这个抗告它能够改变 好 现在我们这个Covid-19这么严重 大家知道 你不要不相信天理 你只要你这样乱搞人祸 其实你后面会承受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C呢 拯救人祸的话呢 也可以分为政治拯救 还有法律拯救 没有税拯救 那法律拯救 很多人在做法律拯救 税拯救呢 我们有一位黄昆光 黄昆光 这个在做税拯救 对不对 黄昆光 他这个在做税法的问题 在保卫租税人权 对不对 你有一本 你好厉害 所以这个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家知道 如果我们不再拯救 就会像陈白显一样 当个县长 然后被人家说 921地震 那震灾的钱呢 就把它搞得 它就一塌糊涂 那现在我们在台北跟新北 还有好多的县市长 都在做正在的专款 叫大家坚钱 如果检察官要整理 这些县市长 也可能会被像 纯白显一样 所以 严重不严重 严重 对呀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政治不亲密 如果华丽人在整人家 然后制造假案 那我们这个国家 就没有所谓的人的人力之业 都被这些人搞坏了 我们以前有提一个叫做 叶阳春的例子 对不对 它拿着晶片技术 你看它最近还有一个技术 可以2009年到2025年 它还有一个专利 其实它可以制造 这个所谓的 对不对 这个疫苗 其实这些人都是 国家的重要人物 但是都被这些国税局 张仪哥 把它整了一塌围堵 那我想 整个问题 我们就要慢慢知道 我们台湾 其实可以活得更好 只要不要有这些人祸 然后大家也要站起来 不要听人祸在那边瞎搞 我们还接着人祸站 还有一大堆的升官 都要人祸 然后人祸 还在上课的时候 叫人家 你是我的眼 你是我的眼线 林中原 我的眼 那其他的眼一当他的眼 那头脑都派底 对不对 所以少数人 就像612星球里头的商人 在捞钱 多数人就很惨 我们就拿不到一个快乐的台湾 对不对 对 其实有些人 也跟612星球里面的一种人很像 就跟酒鬼一样 酒鬼 因为酗酒而羞愧 对 可是又想要借着酒精来麻痹自己 没有没有 没有这回事 完全 真的喔 没有没有没有 对 非常的矛盾 对 对啊 蛮多人了 对不对 不作为 消极的不作为 没有没有 没这回事 其实这一切都是 不是真的 消极的不作为 不去面对 他自己像鸵鸟一样 然后装着眼镜没看到 就认为他没关 然后他讲说 哎呀 反正我这一辈子也没办法挽救 然后就 这个东西很多东西 在1959年 德国拍了一个片子叫做神机 然后他是描写一个 德国人在战后 被到西伯利亚的更东边的 去冲金去当劳改 然后他就逃回来 然后从这个那个地方 因为都有金属中毒 他逃回来 那个就逃回来 就越过大概是 一万四千多公里吧 四万多公里 然后走了三年才走回来 然后走到最后呢 到那个土耳其那个地方 他说哇 应该可以回来 就在桥上了 竟然碰到他的天一场 惨了 这下 我就完了 功亏一篑 结果那典一场就说 我赢了 完之后我已经闷到你了 是我不抓你而已 所以就换过他 所以这里头也显示出来 这个俄国的典一场 人家也是有人的尊严 对不对 这个也可以讲说 真的神机呢 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只要你心中认为可能 都有可能改变 真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台湾的司法 台湾的东西不可能改变 有可能 你知道我小时候呢 那个时候 有一些人上街都都穿这个睡衣啊 然后在路上就土瘫了 就土瘫 那是很普遍的 后来现在台湾有没有人路上 你有看人在土瘫吗 很少 以前是很普遍的 对不对 以前也很普遍的 在路上就 男生在路上就对着那个 骑楼的墙就 就裤单就拉下来 很普遍耶 现在没有啦 对不对 所以有可能会改变 我们越来越文明 有可能会改变 但是官爷呢 这么腐败 这么窝措 这么整人 我们整人的恶魔 我们还把他当神在对待 还给他们 好好的照顾他们 人民都穷的要死 结果他们薪水还在加 然后 原本说要 小政府 大社会 要精简人士 就现在 越弄越大 政府改造 人越来越多 对不对 以前只有一个都 后来变两都 然后台北高雄都 后来变成 五都六都了 六都搞了一大堆公务员 那这公务员呢 有些人是在 救人的 帮人命的 但是有万分之一的公务员 一天到晚就在下诊 别人在领绩效奖金 在照别人当说 你是我的眼 那这还是一直在升官 对不对 然后退休了以后 还跑到某个大学 去当讲座教授 还在骗学生 这样就可以创造 徒子徒孙了 所以这个人祸呢 系统犯罪 政府犯罪 严重不严重 严重 那我们的司法 照讲 应该是 站在拯救人的 最前线 应该有急诊室 最前线 救人优先 救人优先 但我们的司法呢 骇人有些 有些啦 有些 所以我们会把救人的司法人 都在我们的节目呢 拿出来 那骇人的 我们也把他名字抢出来 对不对 看他会不会受到果报 对不对 他们每天 家里都在拜官公 拜什么东西 最近不是有很多司法人染疫吗 但是拜那个没用 你懂吗 重点要做好事 要救人 对 染疫其实蛮可怜的 其实这个 我们不能把染疫 就是说他的果报 但是我们觉得 他如果在具体案件 做出一些坏事 把他名字公布出来 后果会很惨 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台湾的行政法 税法 不能够直接说 我要改正 为什么 这里头有什么 猫腻呢 我们的行政法 我们说不能改 然后税法不能改 司法改革 不改行政法业 对不对 然后税法呢 这立法立得乱七八糟 然后在大学教书的人 为什么原本都出来主张要改 就后来有人出来国外 看到他这些教授呢 突然带着老婆在欧洲在漫游 因为拿了某个地方单位的钱 后来回到国内呢 就完全不一样 说国后回来就不一样了 因为原本呢 是小王子 后面呢 变成 变成 变成大商人 商人 那为什么台湾 法治清明很难呢 法很难 税治也很难 为什么 黄昆光有讲 以前都很正常 后面很难 就是因为出了1996年太极门案呢 他可以胡说八道呢 少了这个六十二万啊 竟然搞成五百倍啊 对不对 对 变成三十一亿耶 五千倍还五百倍 然后可以扩张 可以吹牛逼啊 然后这样搞以后 这些人又可以升官花财 其他人都不务实了 都不真的做 有样学样跟着做啊 反正五本生意谁不赚 对不对 所以台湾的税都坏掉 就是1996年的 侯 侯 检查 检查案子 所以他还想要当检查长 他不知道他所造的 祸害多大 因为很多人都跟着他 后续都跟着做 果然是 施法 我们的税法坏掉了 跟着做这样子 后来死业生啊 那检真兽啊 都已经死业生了 后来生病了 就已经结束生命了 然后检真兽躲起来了 不敢出来 一辈子都会两心不安啊 对啊 然后现在黄淑林 十四指等的黄淑林 还有习武峰 也都不敢出来啊 其实你要查的问题 应该查这些人啊 他们才祸害啊 对不对 司法院呢 在从笔记本呢 去查人家里面拿衬衫啊 那个东西 其实是真的要司法改革吗 我觉得不对啊 其实假的吧 是不是你觉得会真的吗 就比较容易啊 因为手上就有了啊 就可以拿来胡编啊 可以延伸啊 可以解释啊 就跟法律一样啊 跟他们解释法律变成命令一样啊 很多奇怪冒出来的行政命令 对 但是蔡英文说 2016年 所以要改司改 他原本做是可以改 后来不了了之 然后2019年的1月2号呢 说要给人民红利500亿 后来不了了之 所以蔡英文 今年的520 为什么 只做了五年 还有三年呢 对不对 已经做了八分之五 但是 为什么 感觉呢 最近的声望呢 感觉不至好啊 台湾最近什么都缺啊 做好的都没有 但最好做的就是 司法改革 司法改革啊 马上平安啊 那为什么不平反啊 因为错到底就是对 都不想改 但是人民眼睛是 bling bling的亮 人民知道你是 真改还是假改 还是你嘴巴讲讲而已 对不对 所以蔡英文其实要改革 司法改革 就马上几个平反案件就出来了 他不就改革了吗 为什么 喜忠宁呢 都不做平反啊 对不对 我不知道 喜忠宁可以做很多事啊 对不对 尤其他是第二任啊 他以前也做过八年的大法官啊 今年再做了五年对不对 他还做了十三年了 哇好久哦 对不对 那你呢 要轮掉吗 为什么他可以做那么久 人生难得有这么美好的时刻 对不对 十三年 对啊 你还可以再加三年十六年 对啊 但是如果你不做 历史定位 你就是没有改革 你就是没有改革 好 我们知道 其实在台大法律系里头 像王哲健啊 他们都很聪明 都知道要改 都会改 翁月生 翁月生 翁老师也很聪明 也知道要改 也都会稍微改一改 但是碰到喜忠宁呢 喜忠宁也很聪明 但是他不知道要不要改 所以就不要动 有聪明 避免野外生之影响 因为最简单的问题 就是拯救别人 他不知道司法跟医学一样 就是拯救别人 把别人当人来看 然后自己才会被别人尊重 不然你的司法院长 谁会尊重 不然你这个总统 谁会尊重你 不然你这个立法委员 谁会尊重你 不然你这个行政县长 谁会尊重你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 最近原本大家是尊重你 黄疫很好 黄疫 number one 现在黄疫问题出现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有讲 四页人祸 五页血 对 那现在是血上加霜 然后六页会不会好呢 会 只是你要不要改 如果不改 六页就是你的断肠石 那七页会不会更好 会 就是看你要不要改 改了以后就马上会有影响 所以蔡英文 其实一定要看龙哥打怪 她不看了 她的后面的问题就会很严重 因为她讲了很多话 讲了很多话 就一定要负责 不然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个法院也是设备的啊 就是找了人不是民主时代的观念的人 找的是清朝以前的人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官僚生意金呢 有没有可能转变成为拯救人的公园 有没有可能 当然可以啊 官僚是要升官发财 还是官僚要为人民服务啊 当然是要为人民服务了哦 但是我们的官僚呢 一天到晚想想办法整理 对不对 想想想想想想想要买赢了啦 对啊 像警察以前一样啊 在路上呢 在练习他的武术啊 大外哥的还有这个这个过剑帅 最近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还是我看错 那个新闻说 那个什么开几张口罩的单 就可以升寻佐这件事情 真的啊 对好像有一个新闻 那我不是很确定 那要再找一下 我知道啊 反正这个有点滥行奖赏 动不动你记大功对不对 对 只要你遵从我所下的行政命令对 对叫你乖对不对 乖乖听话 所以这个行政院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乱技工然后乱技工 然后乱拿钱对不对 都没有讲说 你做出的是人钱的事情 我就给你加奖 没有这样做啊 所以我们这个官僚生育经很严重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 人或以前都人或利用 好对不对 那最近 那最近差一点 人或立法要通过 说这个 这个有 政府有错 然后呢 要缓缓任命呢 只能够十年 就后来呢 这个在立法院呢 在增值 对不对 就有时效的问题 有消灭时效的问题 然后消灭时效 跟取得时效是一样的 你这个不当得利 你这个钱呢 本来就要缓缓 你可以经过十年 你就变成取得是你的钱吗 当然不行了哦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 就跟你的小孩一样啊 你的小孩一样十年后变成人家的小孩哦 对 所以这些观点 然后我们那些 行政法、税法的 老师真的是说欧美都有 有一样 所以我可以不缓缓你 哪有这回事啊 你不当得利你可以取得啊 你没有法利的原因 你可以取得时效吗 因为这样 你十年当消灭时效 从另外的角度来讲 官方就取得这个钱了 那官方就取得时效 所以这些人练法利呢 练到甲价平 练到塞哈坑买队了 所以我们觉得台湾的法利人 教授有些也是掠夺 掠夺者 就是把别人的财产都要掠夺 所以这些教授呢 真是 真是 我不应该这样讲 他根本不配资格当教授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法利写不通 对不对 后来 在这里头有 这个蔡易委员 还有高嘉义委员 我们要给这两个委员说赞 对不对 因为这两个都是我的学生 真的问题 但你站在人权这边呢 你真的就会有改变 然后我们这里也要给这个 那个叫做国民党那个叫什么 有个财经立委叫什么 国民党的 对啊 真 不是不是另外一个个子比较小的啊 然后戴个眼镜的 赖斯堡 赖斯堡 赖斯堡有几个例子呢 说OK啊就不要啦 就不要改划条 划条很好啊 不要再改 然后 然后法务部的一个流产室呢 竟然说要改要改 然后呢 民进党有一个不分期立委呢 叫做什么啊 也说要改 姓审的 那真的观念有问题啊 问题严重啊 叫省花费啊 对不对 那不分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立委 其实最主要点 你没有把人民的财产 当作是重要的价值来看 你认为 反正过了钱 过了时间就别人了 因为当了官 国家就是我的 所以的民事主于国家 所以的民的也是我的 哎呀 这执政党这样子 对不对 真的糟糕啊 这样不对啊 但是万一你不执政的时候呢 这个国土也是我的 那你才开始在骂 所以司法不能改啊 因为他们要铺好路 才能安全下庄 对啊 所以先线其政法28条 在里头有政变 后来 这案子为什么被保留呢 因为避免接触时间太多 避免群际感染 所以这样才结束 没有 所以我们要感谢COVID-19 才不会让这个28条通过 不然 苏建龙 这案子又要通过 所以苏建龙呢 我原本以为 他是一个人权DNA的财政部长 后来发觉苏建龙呢 你的人权官呢 还必须再研究 再研究 再研究 我们还要再观察看看 其实不要观察 他已经被定位 他是含有掠夺意识形态的DNA 他的人权DNA不足啊 所以苏建龙 我觉得他再不改的话 他年纪又比我轻 他的人身呢 会开始会明亮的智慧就不见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问题 这顺先接政法 第28条第一项吗 28条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蒋人权蒋献华 作为拯救人的这个条件 对不对 蒋人权蒋献华 做拯救行为的人 才是真正的民主法治的人权者 反过来 讲官权 讲操控别人 讲掠夺行为的人 根本就是假冒字 假惺惺的工权力破坏者 标准很容易判谍啊 一个是拯救者 一个是破坏者 大部分现在应该是这样 现在是讲人权讲宪法 但做掠夺行为的 说 这个就是翁叶生 以前的司法院长讲的 他说他不从事政治 从事政治呢 就是外表要披着羊皮 然后里头是狼啊 狼心羊皮 说人权讲宪法 但是做掠夺行为 是现在的情况啊 你怎么知道呢 对那么多坏人 然后表面 满嘴都人权 对不对 满嘴人意道德 难道女贼啊 女贼 也是坏人 对不对 然后我们知道 当前的这个内政部长 财政部长 有没有人权DNA 人权DNA在哪里表现出来啊 如果你修改 税监基正法第28条 然后你又要 把你非法请得的 这个难前征收的这个东西 既然已经是犯罪行为 对不对 这个难前征收罪 对不对 129条烂情征收行为 你犯罪行为的所得 你还不想还人家 你还说我可以经过十年 我可以取得实效 然后人民是消灭实效 人民消灭 正当还还请求钱的实效 然后你可以取得 非法财产的取得实效 这些财税法的行政法老师 也有问题 记得当年欧岳生到台大来 那当时他见任教授 在台大来演讲 讲这个公法的 这个消灭实效的问题 结果有个律师和学生 叫做黄德财 他就棘手说 大法官 那行政法有没有取得实效 叫欧岳生说 这同学你问题很好 很好 我回去之下给你回答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年轻人很多很聪明 其实在研究所时代都很聪明 像黄德财都很聪明 对不对 那当前的法务部长 他有没有人情丁人类的定位 有 最近检察长他不就是 请听名誉吗 不让侯宽人跟陈英锦当检察长 但是他的人情DNA 有没有破表 还是人情不足 所以蔡清祥 有没有人情DNA 观察中看起来目前好像 然后任这个秀霸杂 郭敬发 郭敬发 限制住期 郭永发 郭永发还在新竹当检察长 新竹的检察长 有没有人情DNA 当然没有 看不出来 但是他都不出来讲话 从黄妈妈的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然后在919-920的深夜 陈兴兰检察官就出来给黄妈妈限制住期 然后一搞了三四个月 搞了好久才做不起诉准 那中间的不作为 你限制住期 然后不起诉准 要早一点做 限制住期 要早一点测调 为什么都不做 所以这个东西 郭永发 你有人情DNA吗 人民身心受创 找谁讨压 那陈兴兰 你有检察官 你有人情DNA吗 都没有啊 根本没有人民在心里 陈兴兰 他讲说 要还在自由时报写一篇文章 要用编刑 那你去看一看 沈家门都把编刑都毁掉了 清末民族的人都毁掉了 那你呢 跟沈家门呢 你到底有没有写中国法制史 对吧 你知道台湾的法制 研制于这个 1935年的这个 三五的这个刑法 然后1935年的刑法 那当时呢 还民国17年 就是1928年的 这个暂时新行役 那在之前呢 是由沈家门在 叫记忆文存 在改变 所以这些知识都没有 你就无敌一放始 然后动不动讲一些奇奇怪怪 违反人情的话 然后到时候变成 可以编刑那么不 路上的 警察都可以动不动打人民嘛 就像印度警察一样 对啊 摆摊卖东西 然后超时就被打 对啊 所以 所以我们觉得 法律系的教育呢 竟然会变成这样 有没有很奇怪 对啊 这跟那个 法国的那个警察一样 那时候也是 人民只没戴个口罩 然后不是先劝导 是直接动手打人民 然后还诬告人民 后来是有那个 也是因为有摄影机 才能还原真相 对啊 所以我们讲这节目呢 讲这个 这一集呢 真的是很心痛 因为 其实 法学教育呢 不要在里头 再强调什么 法学教育呢 其实门口就是人 人的 人前前言 才对 是为了保护人 维护人权 等救人 而不是 当在里头 作威作福 再欺负别人 掠夺别人的财产 然后 然后掠夺别人的身体健康 然后 别人 在919 陈欣然 你看那个案件 你知道这个案件 你凭什么 你可以 限制住机吗 你这案件 跟一般案件 其实 其实就一个言论制 有几排而已啊 那你凭什么 你的法力逻辑 人权 还有比例严格 你到底有没有写 还是你受到你长官的指挥 检查一体 还是你受到告诉人的指挥 所以陈欣然 你应该出来讲话 去过那么久啊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做 新竹地检的陈欣然啊 还有新竹地宴的 叫做杨佑什么 那个华官啊 其实现在年轻的很多人啊 其实 华鞋都写不好 然后 问题很严重 所以 喜忠利 你再不管这些东西 喜忠利 你也可以的 人家也觉得 你没有什么 对不对 你的法学素养 还有你的人权观念 还有你的 人权的落实 拯救司法 拯救人权 你完全没有做到 所以 你把蔡英文 连累了 蔡英文呢 因你而倒霉 所以 你应该下台 才可以提升蔡英文的 这个司法的声望 读者你觉得 干了13年的司法 大法官的人 他还不懂人权吗 13年该学的 也应该要学会了吧 他是 嘴巴讲人权 但是做的不见得是人权 所以人权DNA要不要检测 要不要快筛 要啊 再再看他有没有人权DNA啊 蔡英文不是要人权DNA吗 那他是不是要 帮他所有下面的官员们 都筛检一下 到底大家是不是 具有人权DNA呢 你觉得呢 有些有些没有 所以我们要做快筛 才会知道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读者的反应 觉得 我们的法的部长 院长 有没有人权DNA 欠缺人权DNA 还是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还是他根本就是掠夺 是不是掠夺意识形态 是哪一种呢 就是 还是帮派啊 对不对 他 担大位置 然后领很多钱 所以叫做 人家以前叫回猫 我就直接讲 这叫回关啊 他们真的回关啊 一个月薪水呢 领三四十万 哇 搞不好加起来五六十万 薪水很高啊 22K的 22K的年轻人 那一天就22K吧 人家一个月就 我不知道他领多少钱 应该把财产公布一下 对不对 他们都会藏在里面啊 有的买保险基金 或是不重产啊 他不会完全公布啊 哎呀 我跟你讲 整套制度 多是建立在 高官吃大钱 对不对 小官吃小钱 然后要升官才可以花财 然后一大堆绩效奖金 应该什么司法加紧什么钱 哎 很恶心啊 对啊 他们知道彰化地方法院的年轻的这些法官 有没有人权DNA的定位 有 真的很棒 所以我们应该法税改革呢 等疫情过后一阵子 应该到彰化地方法院 去给他们送贵官 对不对 这好人也应该要鼓励啊 对不对 然后要到士林地方法院了 帮这个士林地方法院的这个行李法官呢 送贵官 对不对 勇敢拯救人的司法人 勇敢拯救人的司法人 对啊 这很不容易 这一定要鼓励啊 对不对 司法院长不送你贵官 人民送你贵官 司法院长送他 有帮他的人的贵官 他观念跟人民的观念不一样 司法跟人民越走越远 是上面的 但是跟人民的人权越走越近的 我们要给他贵官 对不对 对 读者有欢迎一下 要不要给贵官 要给贵官就给贵官 给贵官吗 给贵官 一定要给贵官的啊 好那以前 新竹地方法院 新竹地检署 曾经是人前的重镇 我们知道 在早先 有个 领阳港当司法院长的时候 然后有个叫做吴天慧 跟他的老婆呢 叫做苏刚 苏刚律师 然后吴天慧是当司法院的一个厅长 然后新竹呢 有一个违法变更地幕案件 有涉及到贪毒案件 苏刚呢 接受到人家的官说 就打电话或者去找了 这个这个承办的 叫做陈松栋 陈松栋 我认识 陈松栋 检察官 后来找陈松栋 后来陈松栋 这个人我认识 陈松栋就讲出来了 然后当时呢 邱泰山也在当检察官说 哎呀 这段你可以改善你的生活了 邱泰山这样讲 就陈松栋 听了一遥 我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啊 陈松栋就很生气 就后来就跟这个高兴武 高兴武检察官 这个是很厉害的 大家都知道高兴武 那高兴武检察官讲 高兴武就把这案件爆开 这所谓的吴树案 就是 吴树案 吴 就是 口天吴啦 这是吴树 这很好记啦 这个是东吴跟树州啦 东吴又号称树州嘛 那吴树案呢 引起以后 那在1989年呢 这个 4月7号 1989年4月7号是不是 那天呢 发生震囊农 自焚 当天呢 有好多 新竹的 就要辞职 要罢官 对 4位 那他当时的那个司法院长林阳岗 他在司法院就召集了4位 新竹法院 集体辞职的推示 法官 叫林敏哲啊 谢启大啊 还有袁崇珍啊 孙天琪 孙天 孙天琪啊 然后他们就讨论了 要司法 改了半天 林阳岗 他要好好改 对不对 所以呢 就 问题就 真的可以 其实林阳岗 以前当司法院长 然后在 有次司法院呢 在最高法院呢 有两个庭 第一庭跟第二庭 就把重大刑案送到第二庭了 然后全部呢 就上述博会 全部抓去枪毙 所以 那一两个庭呢 那十位法官呢 叫做 砍头法庭的法官 所以我在自由时报呢 就写了一篇 子民道姓 骂林阳岗 说 你呢 放任这些砍头法庭的 你这司法院长在怎么干 结果有一次呢 这个林阳岗碰到我 他就拿酒来要敬我 我就不理他 我说 我不会喝酒 我不酒 他说表面张力 他说 暗言来表面张力 我说 你表面张力 你家的事 我们还是 我不会喝就不会喝 大家要知道 台湾的司法 如果不沟通 司法呢 自己自以为是 然后 下面的 这个 法官呢 都很优秀 上面呢 你自以为优秀 你 你其实 你这样 做的司法改革 老百姓呢 会看不下去 司法改革 不改还好 越改越糟糕 他自己认为 他是 是 总司令法官 然后 这个 最高法院呢 是降级法官 然后 最高等法院 是校级法官 地方法院 是位级法官 另外还有 充延的国民兵法官 那总司令当然很大 对不对 他接的这个很大 全世界 哪有 司法院长 只有台湾 对不对 然后你怎么改 还有你的改革方向 再再成问题 何况 我问你的顺序 第一个 是不是以人民为优先 第二个才是法律人 第三个才是 司法院长 其实你不是 你是辩证术 你就是 我最大 然后 我总司令 最高法院比我小 高等法院呢 听我呢 最地方法院呢 我可以指挥的 那国民法官呢 他会尊重你吗 哎 不要再讲了 对不对 那以前的新竹地业 跟新竹地检 这么优秀 可是现在呢 新竹的地检 跟新竹地院的人权DNA呢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维持沿海的标杆 我们知道新竹风大 对不对 对 然后新竹人要走路呢 要顶得住风 他才叫做 所以他叫竹啊 竹有节啊 对不对 有节气 然后风吹 竹节不变 可是现在的新竹 是这样吗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 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 里头7401 对不对 这一号指派 其实他们 为了某一个案件 全部都集中在那里 所以因为这样而改变 应该是 全部都往新竹 集结 所以新竹变成是 他们要贯彻 1996年 1219呢 还有一堆一个 最尾巴的事情 没有咬起 所以全部都到那里 所以我们知道 2020年 1919事件 当天 五六点 就把黄妈妈呢 用现行换队逮捕 然后 这个叶日仁 跟这个蔡文心 然后蔡文心呢 做了一大堆比误 对不对 那蔡文心呢 接受叶日仁的指导 然后 也接受 谢伯贤 也接受黄家琪 那黄家琪 其实他的滑鞋素养 没那么好 其实应该有高人在指定 所以黄家琪 用媒体战 所以这个做法跟 这个1996年 1219的做法 如出一策 然后就先压人 然后再把人家抓到里头 然后再做笔录 然后告诉人的笔录 也是七点钟才做 根本 前面呢 是说 你是找他的大楼管理员去的 然后这里头 他的指摘事项呢 跟构成要件都不符合啊 然后 这检察官一看那个笔录 也知道构成要件不符合 那检察官也知道 这不可能跟构成恐吓 恐吓跟妨碍秘啊 那这个 陈欣良检察官 你当天 为什么 做限制住击 然后当天 人民呢 要到你按您身告 你都不理人民 你这个 跟你这个 新竹地检署里头的 讲说 设按您身告 要胡导人民 完全相违背啊 这个没有独职的问题吗 不是啊 你拒绝 让人民 这个你是独职的问题啊 对啊 对啊 那你这里 其实到 监察院呢 你就违反公务员服务法 你这些检察官呢 其实应该要受惩戒的 所以陈欣良 应该出来说明 你当天凭什么新政 你为什么可以做出限制住击 所以现在限制住击 不是郭永花 限制住击 陈欣良 编刑陈欣良 所以新竹地检 出了这么伟大的检察官 我们要了解你 你可以要主张要用编刑 主张要用先制住击 你主张把人民的弄成创伤症后期 所以这种检察官的思考 有人欠DNA吗 没有啊 然后 自诉驳回 对 黄妈妈 自诉案件呢 新竹地宴呢 有个法官 那法官名字呢 跟以前有个杨又廷 对不对 以前有个杨又廷 到最高法院当法官 拨难很老的 应该是很优秀的 在杨又廷呢 后来也发生个历史争吵了 杨又廷呢 竟然开一个庭呢 跟 士林 这个地方法院的 林纪委 完全不一样 林纪委是用 本着无罪推定的观念 然后 让自诉人把东西讲清楚 然后他有疑问了 开了两次庭 把他疑问都再透过沟通来做出来 所以我觉得林纪委真的是超级优秀的 那杨又廷你可以优秀一点啊 你凭什么说这个案子呢 是凭着见证资料 就是犯罪嫌疑不足 用检察官不及诉诅问的理由 是用裁定驳回 这个东西其实呢 违反了这个自诉的这个道理 你那你怎么 你原本只是要做出应该做出的六种判决啊 就是有罪判决 无罪判决 这个免诉判决 免刑刑 不受理判决 管辖错误的判决 对不对 还有这个这些我看有罪无罪对不对 有罪无罪免刑 然后不受理管辖错误还免诉判决 你应该做出陈契案件呢 如果因为陈契的问题呢 你应该做出不受理判决 让当事人自诉人还可以往上面去处理啊 对不对 那你应该先程序后实体啊 哪里你可以程序实体一搞在一起 然后你用见证资料来审理 我们法庭是用延迟主义直接主义 你用见证资料 我觉得台湾司法真的蛮有问题的 习中立你这些点都不懂 你凭什么当司法宴长 对不对 然后你也不像你洋港 你还会跟人家沟通 还会跟人家了解 好那我看一下 这个案件反正台湾 最近在调查民意测验 司法都不列在里面 因为司法 其实比蔡英文的民意还低啊 司法的民意呢 现在问肯定很低啊 我们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919黄姓妈妈 因为那天被这个现行问逮捕 然后也被指控 她说恐吓啊 然后妨碍民意啊 然后还有拍打车窗啊 这些不实事实的指控 那这些东西 其实在见证资料里头 都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实的指控 所以也导致后来新竹地检署呢 才对黄妈妈呢 做不起诉处分 所以参考见证资料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案子里头 其实有背后涉及到 告诉人 明知不实的事项 然后滥违告诉 一使他人受刑事处分 那这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所以这问题呢 一个平良心 有正义感的 然后有人权观念的法官 应该要进入 真正的知书案件的审查 然后如果 应该先做程序审查 程序审查就是 他的告诉呢 究竟是不是合法 然后不是 他的知书是不是合法 应该做程序审查 他的知书是不是合法 然后其次才做 如果知书合法 就让其他的法庭呢 来做实质的审议 而不应该 一接到这个案子呢 就进入实质的审查 用见证 用书面来判断 那这个当然就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违反一般 知书审查的 一般法院的审理的一些要点 一些正常成型 然后我们也知道 保护的机制吧 对 然后我们也知道 这案件呢 被这个 以前 历史高考 当时是非常难考 一年之内 四个到八个 十个 这些历史 这个 黄国中历史呢 看到了 黄国中历史呢 就 查了这个 这个知书的理由 他认为这个知书理由呢 不应该 用知书裁定 剥夺 人民的 这个 真正的 证据 的延迟审理 所以这个 跟 一般案件是不一样 因为这个案件呢 其实蛮严重的 社会瞩目案件 所以 黄国中又立法理由 所以这个不应该用知书 裁定驳回 因为这样会产生 实质的确定力 那等于 没有经过 真正 用政绩審查 然后就把他 就把案子 做出确定力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也感谢呢 这个黄国中律师呢 真的 他也参加 人情的拯救行列 所以我们知道 台湾 如果真的要改 真的司法可以改 其实司法就有典范了 我们 以这个 士林地方法院呢 这个 林纪委 对不对 法官 法官他就是一个典范 所以我们知道 如果 不禁止这个典范了 我们还是 就是司法呢 就有既定意见 然后有所谓的 既有的意见 这样就把人家的案件 就处理掉 这样不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假案 假税单 假政绩 假话 这个可能是台湾 法务部 某个检察官 某个调查员 某个高密前几则 某个县民 还有某个税率 用黑心 所散布出来的 人祸病毒 哇 那这人祸病毒 试问 执政团队 对这一支病毒 的被感染者 要不要匡理 要不要隔离 要不要治疗 还是要让他呢 持续蔓延 毒害人民 现在好像没有看到 什么隔离跟治疗 目前继续流传 而且越来越大 影响越来越大 这个假案 整数其实是最严重 而且如果你没有隔离 治疗 没有做真正的平缓 你这个就一而再 再而三 让大家去蔓延 你看 原本62万的两本存折 他可以把它搞成 31亿 32亿啊 所以导致 其他的未来的国税 及的机产人员 都乱开单 像黄文黄的案子 也把它开张单 但黄文黄要 要缴税单 公益率 被地院指定的公益率 对啊 然后 所以有样写样 这写的坏榜样 所以整个来讲 就是 执政者 立法委员 让这个病毒流传 人祸病毒流传 那就是商人的那个 赔本生意没人做 沙坨生意都有人做 对呀 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 其实台湾 法律的病毒 税法的病毒 没有人前的这个病毒 破坏人前的病毒 其实很严重 所以 我们其实就要用 黄毒的方法 然后真的要把它匡列 要来处理 要 所以 罚税 平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 那 你看 税法不改 现在税法越来越烂 像小木山跟大木山 都跟这个 以前的季朝顶一样 掠夺人民 把财政部当作是商人 财政部也是要 医华纳税 税间基增法 也要有法律的概念 不能动不动 搞个国库主义 国库主义 讲白话文 就是掠夺主义 你不要讲说 你是放在国库里头 我会没有放在 自己的腰包里头 我跟你讲 放在国库里头 你就是你的铺儿 然后你随时就回去拿来吃 偷个豆 对呀 还不是贪毒 这是系统贪毒 那你的操政的钱 也都不了了之 然后连总统要个500亿 你都不给总统 你根本不把蔡英文 当作什么重要人物 蔡英文把你当作宝 你把蔡英文当作什么 所以蔡总统 危害你最厉害的人 不是敌人 不是国民党 不是共产党 是你亲近旁边的人 那些人才是害你的 那些人才是害你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台湾供权力 硬做 有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呢 小天使你认为哪有三个阶段 前阶段是立法让步 他不会为人权立法而有所作为 所以立法委员 根本不在立法 立法委员泡了水 叫做气法 哭气的话 气法院是哭气院 哭气院 然后中间阶段呢 行政票汉作弊掏空 他说了算啊 没关系啊 对不对 中间票汉作弊掏空 中间阶段 就是把农地呢 占为己有 对不对 有建设来搞财政 所以你到财政部呢 他们的标语呢 就是以建设支持财政 以财政攻击建设 反正就是财政跟建设搞在一起 这什么地方啊 有建设就有名物 有名物就有钱 这一点人钱都没有啊 只要钱就不要钱啊 只要钱不用人啊 那中间阶段呢 就是行政 泡了水 敷衍鸟事 眼镇敷衍 所以以前呢 这个立法院委员在执行呢 有个这个 这个立法院长就说 哎呀敷衍鸟气就好了 就敷衍啦 你就是不把他当一回事 反正我的钱我们在赚 对不对 敷衍鸟气就好了 对啊 敷衍鸟事 那后阶段呢 施法在干嘛 断后 施后包庇 这样就形成 前中后 盘剥的剥削体系 没有人钱的司法官 没有人钱的检察官 没有人钱观念的执行官 没有人钱观念的立法院 就是这样子 所以后阶段 没有后阶段 只要后阶段好 前阶段中阶段都可以 知所警惕 那如果后阶段就烂掉 那问你 这种执政会有人钱吗 当然不会啊 可以为所欲为啦 这立法院在定立游戏规则 然后立法委员 就在里头 在官员随便讲一些话 就让他过 就放水 对不对 只许一般都放火 不许一般 税务奖励金 一年便利 一亿三千多万 结果也都全部让他过啦 没有法院医疾也可以过啊 没有法院医疾为什么可以过啊 好像都没有任何的 然后要法律纠纪 按照宪法要诉认 诉讼行政诉讼 还要缴一半 要缴三分之一 这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这不是二华 所以这个立法院呢 不是叫气法院叫什么东西 哭泣的气啊 所以我们难得有几位好的立委 一个叫做高嘉宇 一个叫蔡易宜 对不对 还有赖士堡 在这里表现的有二分之一的好 其他的呢 就在这里没有表现得很好 还有一个秋显志 秋显志呢 表现有四分之三的好 有些话应该要直说 因为你立法院就在捍卫人民的 权力 你要定游戏规则 表达人民的心声 好那我们看一下 小天使你觉得医生 他拯救人DNA呢 你看一下 这个吴明贤医师呢 跟陈青州教授 不是陈青系 陈青州 陈青州教授 他们有什么轰功伟业 你讲一下 他们啊 可是胃癌的拯救者呀 因为胃癌跟以前都认为是胃溃痒 后来发掘是跟什么有关 幽门感军有关 幽门感军 然后他竟然找到这个东西 所以他为了拯救这个呢 他就跑到哪里呢 马祖啊 马祖哦 马祖 马祖去做实地研究 对不对 因为25年前那个马祖离岛啊 是台湾本岛三到五倍啊 当时的那个胃癌发生率 是本岛的三到五倍啊 为了要救人 对到离岛去 整个团队呢 长时间的研究啊 大规模的去筛检那些 就算他是无症状的 也给他治疗 这不跟传染病一样嘛 对不对 幽门感军也会传染啊 对不对 可是要找到 我记得我有一个 有一个人 他这个胃痛 就去找医生了 医生跟他诊断说是痔疮 90年以后呢 他才知道他是幽门感军 哎呀这很惨 所以 庸医呢 害人 对不对 那 庸法律人呢 也会害人 对不对 明明呢 是幽门感军 结果呢 他竟然把他说是痔疮 就给他吃了10年的痔疮药 跟黄金跟大便是一样的 对呀 大便便黄金 对 所以 很多医生呢 真的是很烂 对不对 但是又好的医生 像吴明贤呢 就是好医生 吴明贤现在在当 台大医院的院长 这很棒 然后他当时 因为 他要懂得一些基础医学 所以 他是一般的医生 所以他竟然要跟基础医学的 陈青州教授的学习 所以基础医学要好好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医生呢 但是他有讲一个医生哲学 他引用一个知名钢琴家 叫做傅聪 那傅聪的爸爸呢 叫做傅雷 傅雷 傅雷呢 告诫傅聪 要当一个音乐家呢 最主要是什么 第一 第一个是人 人 第二呢 艺术家 要艺术家 第三呢 音乐家 第四呢 钢琴家 所以钢琴家的基础在于人 然后再来艺术 艺术修养 然后再来音乐 再来最后面之间端的是 钢琴 钢琴家 那我们如果是医生呢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人 人 所以要视病如亲 把病人当作人 所以以前日本话呢 叫做 医院不叫做医生的院 叫做病院 病院 对吧 你本为医院 不是 医院叫病院 是病人 以病人为主的医院 叫病院 然后德国也不叫做医院 德国也叫做病院 叫Krankenhaus 就是病院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来自于这个 中国才叫做医院 因为以前呢 医医 然后医院 才是这样 所以呢 中华文化呢 是一个 道果为医的 一个文化 不以病人为中心 以医生为中心 所以以前有人讲 叫医生 他还生气 我叫医师 你怎么可以叫医生 我是医师 那你又要叫做医长 或者叫医头 医头医尾 对不对 所以这些重点是病人 对不对 而不在你什么医生 医师 医头 然后司法院的重点在哪里 当事人 人民的诉讼 人民的真实 最不重要的是 你是总司令 只有他们倒不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那这个哲学真的很重要 对不对 他讲护雷 然后也讲医生的哲学 然后他又讲了一个 重大灾难的是什么 一面什么 一面 照妖境 照妖境 对 他说医道呢 就是人道 要在医学生涯的走得远 必须要有团队 跟这个所谓体系思维要互相配合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医生呢 很重要 对不对 那我们法律人呢 这些都没有 法律人呢 他曾经有讲啊 无德者是不能当医师的 法律人应该也要 没有德性的人 是不可以当法律人的 对 他说呢 他不是法律人 他是法律工具 就是科文哲讲的就是吃人肉的倒叉 对不对 吴明贤说 他为什么医学的人需要自律 需要德性 如果核心价值 没有办法秉持 坚持当时核心价值 也许你可以走得非常快 可是呢 会比你能走得远 走得差不多 对 对啊 没错 而且最近啊 吴明贤还特别写了一个公开信 给现在我们疫情 那个COVID-19啊 很严重 这种公开信 大家都真的在讨论 对不对 他写的其中一几句话 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嗯 他说什么 他就是真的是整体 就是大家一体 他说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 所有的人呢 都在一艘船上 必须同舟共计 对 我相信台湾人民的水准 这样也流行演 叫同岛一觅战 整个岛的同舟共计 对啊 无论黑夜在场啊 白昼终会到来啦 那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负重前行 希望台湾能早日恢复 静好的岁月啊 嗯 对啊 我们也希望啊 对 这个司法啊 对环境 黑夜有点长 白昼呢 曾有一天也会到来 只要坚持的希望 负重前行 我们也可以恢复啊 以前那个该要有的 定好的岁月 黎明啊 对不对 打破黑暗 变成黎明 这个其实蛮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这本辩证跟法学这本书就提到有些人呢 他没有真正的本体观念只有money跟power那这是很恐怖的一些重点 所以在这个战后呢 1945年以后 德国要定立基本法 在1949年午夜的基本法呢 就把第一个重点就是人 人性尊严 对 所以我们的法律如果没有人性尊严 这个法律是很恐怖的 我们的税法如果没有人性尊严 这是很恐怖的 我们的立法委员如果没有人性尊严 这个立法委员是恐怖的 然后我们的行政院如果没有人性尊严 这个行政院是很恐怖的 我们的司法没有人性尊严 这是很恐怖的 我们的媒体没有人性尊严 是很恐怖的 那医学界 他们才是长久以来 就医道就是人道 然后我们法律呢 其实只有一个嘴巴在讲 法律在搞人钱 是搞你个人的人钱 你的钞票你的升官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狗屁人钱 你就是你个人的 希特勒法西斯的总司令的人钱 人家凭什么要听你讲话 你何德何人 要叫底下人当你的下水 对不对 其实你用什么上级审 最高审 最大审都错了 那个就是救济审而已 所以我们知道 大家要把这些辩证的骗集 这本书就好好叫做辩证跟滑结 这本书是专门在破希特勒的骗术 专门在破我们目前掠夺主义的骗术 所以这本书其实网路有在卖 一本的一千块 因为这本书其实很重要 你看以后你头脑就很清楚 辩证跟法学 辩证跟法学 这个我们是2008年12月到2009年的时候 这本书很快就全部卖光光 那我们知道吴明贤台大的院长 其实如果让他去当司法院长 司法就会可以改好 对不对 如果让他去当行政院长 我们的行政也会好 我们一些练法律的 就是霸着位置 认为他老大要人家拜他 对不对 那是错的 好那吴明贤 还有另外一个是谁 另外一个 陈永新吗 我们上回还有一个 杜元坤对不对 杜元坤对 杜元坤我们已经讲过了 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 陈永新医师吗 对陈永新 好几个 陈永新有什么重点呢 他是明报的创始者 陈永新以前当过 他的任内当作疑长还是什么 卫生疑长 人权医师 他是人人 他医生 最近最主要的问题 他就是有人情观念 还有医学的观念 然后他很重要 他在帮别人 他创立了明报 然后又发起了当年1987年的时候 跟郑南荣还有李胜雄 他们三个一起发起了228的公益平凡运动 陈永新最近在写什么 医师百人寸 对不对 那这个是真的很棒 他就提升了这些医生 应该要好好的 对于国家的那种持命 所以他现在就在写 每天都一天写一篇 写细集 所以陈永新真的 他真的实际在干 实际在做 所以真的很棒 关怀人员 不只是一般人 包括连精神病人也是 台湾他也有很多病人 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到好的治疗 以至于常常在外面 就是可能做了一些不是很好事情 可是被关进去以后 他也没有办法获得治疗 而有所改善 那当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台湾的社会就是会越来越 形成这样子的风气 对 陈永新还当过立委很棒 所以陈一剑呢 其实有很多在拯救人的事 那他也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飞入杜鹃窩 就是在关心很多的精神病人 对 当时是国小颇硫酸的事件 对 陈永新真的一起棒 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人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法界的典换在医界 其实法界也有很多很好的典换 但是因为我们法界呢 就多了一个司法院长 司法院长呢 他在做的事情 很多跟医界的蓬勃发展 当然不可同日而已 对不对 那我们还在跟你提到还有一个医生 就是叫做 Dr. Vivian 维维维恩 维维恩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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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这个是很有名的 他在1944年 他做了一个手术 心脏的手术 那当时都认为 那个蓝色的 那个Blue Baby 那叫什么 蓝阴 蓝阴症 蓝色的 因为整个血液都没有写红素啊 这整个来讲 脸都蓝色 然后 血液打不到心脏 心脏的血液出不来 对 有问题 后来 他怎么研究呢 他就用动物 然后被动物再开刀 狗狗 对 然后实验了两百多只 对 然后后来对一个小婴儿当作 那当时很多人欠他 你不要做这个手术 手术 因为太麻烦了 就主刀的是一个白人 一个院长 这是Hofsky的那个院长 John Hofsky 对 这个我到美国 我也到John Hofsky 里头其实很大很大 然后医院很大 那这个院长在开刀 但是中间都在问他 因为他其实比院长还懂 那后来院长 因为当时有黑白的问题 种族的问题 对 院长都不愿意把这个名字呢 你看才1944年了 没有多久 院长都不敢把名字讲出来 他是他的工程 主要的合作伙伴 只有后来 等到这个后来 黑白问题 种族问题 慢慢被大家接受 所以人不是在外表 而是在他内心 那个是人的心 还是中间 中间因为这样子而离开了那个医院 那个护肤基斯大学 然后呢 他就在路上做那个做一般的那个药物销售员 对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忘记那个内心的那个呼唤 他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人 最后呢 放下这些成见还是回去继续帮助更多的人 对 他就后来拍了一个影片叫神机 我刚刚前面有讲的那个从西伯利亚回来 那个叫极地探险 那不叫神机啊 对不对 刚刚讲错了 好 其实那个德国变很长 1959年的 所以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你只要相信 就会真的会改变 这是用你的脚呢 极地就是极地的这个就回来 好 那我们知道 还有个医生也蛮厉害的 那叫做什么 陈果顶 陈果顶 陈果顶呢 我们知道查德有一些图存啊 那个都看不到 就他过了开刀时间 那陈果顶呢 蛮厉害的 因为他的老师叫做 罗慧夫 罗慧夫 罗慧夫呢 在1999年在长庚宴呢 在帮 在台湾 就这个陈果顶当他助手 然后他的开刀的时候 有些红线红不好 罗慧夫就重新拆 然后再重新换 他说任何细节都很重要 所以做老师的就要教导细节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知道 罗慧夫呢 影响到陈果顶 那陈果顶呢 现在有一个叫做微笑的基金会 他就要让人家 颜面长得漂亮一点 那开刀呢 他成功可以让一个人恢复自信 有颜面笑 那这里头有提到台湾英文新闻呢 有提到这个问题 对不对 查德的这个小女生的叫什么名字呢 泰翠西亚 Patricia Patricia 还有一个呢 还有叫西维恩 西维恩 然后这两个都被他救 开刀救回来 对不对 那这刀是不好开的 要开个倒梯子期 所以这些医生呢 真的很聪明 他们就是要思考解决问题 那我们的法律人呢 也很聪明 思考呢 那问题不解决 如何永续循环 永续循环 一个案子可以用三行 对啊 这样的话 才是生意啊 无限入口袋 生意头脑非常好 所以法律是做出是吃人肉的刀叉鞋 还是救人的法律鞋 所以我们的法鞋 龙哥打怪教你 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法律的人权气势 就是要拯救人家 而不是要自己 把自己从人提高为神 所以以前的司法院长 讲了一句话 所以法官从事的不是人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其实你根本思想有问题 你本人要解决问题 要发现真实 而不是你在弄的复杂的钥匙 对不对 那像陈老师说的 解决问题要找对人 不能找有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 白天子你怎么聪明啊 他自己有问题啊 对不对 对自己有问题 然后再来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永远不会解决 因为永远都是问题 他要8加8 那8年大法官再加8年的院子 还16年 这8加8 但是8加8有改变吗 没有啊 台湾的蔡英文的这2016到2024的司法 如果还是用这种没有德国基本法 人性尊严最重要的观念的改变的话 那会真的有改变吗 当然不会 为什么 因为他就继续有问题 对你讲 真好啊 找有问题的人来解决 不是问题更严重吗 我不是讲蔡英文有问题 是讲蔡英文找个人有问题啊 对 只要有问题的人来解决问题 就会创造更多的问题 问题加问题就会创造一连串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知道人性尊严跟警华的体系入门 这整本都是在讲重点人性尊严 因为法律没有人性尊严 那就不叫法律 那就是刀吃人肉刀插血 对不对 所以台湾以前的爱心结罗时代 还有明朝的那个东西 在欺负人民的掠夺主义 还有法西斯纳粹的掠夺主义 在台湾这一片乌银 这一片猴面包树 有没有除掉 台湾有没有人钱的玫瑰花 蔡英文有没有人钱的玫瑰花 你的司法有没有人钱玫瑰花 有没有人钱尊严 人性尊严 人性尊严 你看大家都在讲人性尊严 吴明贤 每个人都在讲 医生也是在讲人性尊严 那只有我们的总统 你讲人权DNA 但是你人权是哪个人的人权 是执胜者才是人 其他都不是人吗 执胜者是神 人权当道 没有他能提升为神 所以他要受默拜 所以司法当院长的时候 就是死 这怎么跟那个 好像古埃及的那个太阳神 那个法老一样 对啊 所以我们知道 刚刚讲的几位 陈国鼎 魏罗夫 这些都是 把病人 拯救病人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有一个重点叫做 菩萨未因 众生未果 菩萨很害怕 起头的因 然后众生很怕 结果 结果怎么会这样子 对 那 这里头 因果关系 对不对 有人对人害怕 菩萨呢 怕因 众生怕果 对不对 那我们知道 不管你怕因或怕果 都OK啊 可是台湾的公权力呢 不怕因也不怕 英国他就不怕 所以为什么他不怕呢 因为就是有后面的司法的包庇 包庇者 所以包庇者在 检察官 包庇者在 法官 包庇者在 检察院 因为你们的包庇 让这些人 不怕因也不怕果 唯非作胆 横行霸道 欺负人民 可以欺负人民 他已经长达25年 而且不只是个案 其他案子也一样 然后另外有一些人 退休了以后 又到某私立学校 又去传书 这些掠夺的思想 国庇主义 欺负人民 要谈什么国家法律 社会法律 不谈个人法律 如果没有个人法律 有什么国家法律 有什么社会法律 如果没有人 你还有什么医生 还有什么法官呢 所以 吴明贤 杜颜坤 还有石颜 阿嬷 大家都懂 只有你这些高干 因为你头脑 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你停留在上个世纪的人 凭什么你在2021年 来教导我们 凭什么赢我们的薪水 你是被改革的对象 凭什么领我们人民的薪水 对不对 所以读者请说 他们是不是被改革的对象 被改革的对象 这些加害人 不怕因 也不怕果 既是以假案整数 然后 这些假案整数 应该出来坦然面对 所以 1996年 1219的假案整数 的行为人 他不怕因 也不怕果 也不出来坦然面对 然后 基隆 陈欣系案 的假案整数者 也应该要出来 坦然面对 然后 0919 黄妈妈事件 这些沙盘推演的 假案整数者 也应该要 出来 面对 可是 竟然有一些人 还在 报庇他 给予他希望 就要再培养他 长大 才能将这样的思想 延续下去 徒子徒孙 也是这样子来的 很糟糕 所以人钱是 万分之 9999 对万分之一的 这个掠夺者 这些人生活在古代 那现在 因为当了官 就认为自己 蓬大 晃大 然后自己在欺压了你 如果你 现在的报庇 其实也是 持续性的 假案整数 所以 你不要以为 没有因果报 你不要以为你年轻 你不会承受果报 其实会的 然后后面的所有人 也都没有办法平反 假案就可以一直 不停的 你根本不是人 你当什么法律人 你当什么检察官 你当什么法官 你基本要件是人 你的基本要件都没有 你也不知道 人有同理心 同情心 你知道 黄妈妈被诊数多痛苦吗 全家不是只有黄妈妈 是黄妈妈 对呀 那你知道 陈欣希被诊数 全家多痛苦吗 你知道 太极门事件 被诊数25年 是多痛苦的吗 当然 有一些人 不懂得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只懂得 前卫 只懂得金钱 只懂得地位 不懂得真正 平反 真正的拯救 那这些不畏因 不畏果 害人无数的原因 由于这些法律人的包庇 世人的忽略 导致现在 纵容 我们要不要继续纵容 当然不可以啊 你纵容就是让病毒在扩张 让人祸在扩张 让台湾到处都是红面包树 一直蔓延嘛 不停的成长 台湾找不到 法治的玫瑰花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 有一句话很重要 一秒钟 我们可以看到 本质的人 和花了半辈子呢 也不清楚 一件事物的本质 是不一样的 名义 来 白天使 你把英文念一遍 A matter of seconds to see the nature of the people and spend half my life is also unclear one thing to see the nature of man nature is not the same fact 对 不同的阁级 我们 有人是病毒 有人是拯救者 有人是加害人 有人是拯救者 司法不是拯救者的职位 他们 司法不是破坏者 破坏者是刀叉 所谓刀除 把人当作 遗漏在身 刀子跟电板在砍 这种司法叫裂毒 另外一种司法是 把人只要拯救 不让人民盗刑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台湾的司法 究竟是前者 掠夺 还是后者拯救 我们现在 以医生的例子 知道 你如果没有 人性尊严的想法 你凭什么当法律 你总是 你也是没有用的 你还是欺负我 你是霸凌我 欺骗我 所以 我们要分得清楚 这万分之一是 坏蛋 我们不应该 再继续养坏蛋 对不对 对 不然我们就会成为 帮助那些坏蛋的 其中一个人 如果我们没有去制止 我们 消极的不作为 也是促成他们 变成我们也是 那我如果能一秒钟 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就是智慧的人 就是很大的 就像昨天晚上的 血液 对不对 就像这些我们讲的 杜颜坤 吴明贤 陈永新 还有好几个 这些伟人 那这些人 就是智慧 他的光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是 躲在暗处里头害人的 那就是暗黑角落 对不对 暗黑的人 不是花半叛 不是花半辈子都看不清 而是根本不愿意看清 对呀 他是官僚 他根本不认知 他就暗黑 对不对 而且他是祸害病毒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最后 来看一下 陈清夕案跟 九一九 黄妈妈案 他的因果关系的判定 那我们就用 加害人来讲 加害人 人的关系 他们是不是 有动机 他们把有些小的事情 以偏盖前扩张 然后 只要部分的事项 他把它变成 全部的事项 无中生有造假 全部 作为他被诊出的对象 所以 个人的问题 其实 你指称的 个案 应该针对个案 那 当时 李贵芬 还有 背后 谁知道他 要针对 黄妈妈 做出破坏 那做出破坏 这么久 中间 其实他也知道 有问题呢 应该要赶快 要策告啊 对不对 他也没策告啊 然后又拖那么久 然后 现在人家告他 然后竟然又有一些 法官呢 在包庇他们 这样搞下去 这些法官 你呢 究竟 是不是 拯救者 还是被害人 你表面是拯救 这些 加害人 但是你让他 不知道 他能够改过 不知道他的错 你可以判他 无罪啊 或者判他免刑啊 你可以判他免刑啊 你懂吗 其实他做出这些问题 可以判他免刑啊 以后他就不敢再做啊 可是如果你当法官 你没有这个 灰宏的隔级 没有拯救 的隔级 没有 人道的隔级 你没有 宇宙官 那你这个法官 只不过是刀叉 所以你这个法官 其实你就不敢讲 This is my code 我们讲 很多的法官都是 这个法官 我要法官要对个案 然后对整个 整个文化 对整个真实的发现 要负责 你要前辩论一直去谈啊 没错 每一个小小的个案 最后累积来 就是这整个环境 整个文化的通案 它会形成什么样的制度 什么样的判决 这隔级的问题 对 即使他一辈子也看不出重点 人家几秒钟就看出重点 你看黄国中几秒钟就看出重点 但有些人花一辈子看不出重点 然后因为磁细呢 你当时可以测告 你就不会测告 黄妈妈磁细了六七个月 那么久 就像那个刘新雅 那个是检察官 非常仔细的去审理那个案件 最后还是可以找出真相 对啊 他不是一秒钟看清 可是他是什么 很认真很仔细的 把他全部找出来呀 其实认真仔细 几秒钟可以看得出来的 很多啊 对不对 后天努力也是可以的 还造假的事实 还将爱人跳跃 逻辑的可能性呢 你就认为是必然性 所以呢 你还说 这个 没有误告呢 这很奇怪 对不对 对为什么没有误告 明明就有啊 他要 有没有应该到法庭去辩论啊 你到被告里头 应该被告出来讲 你不能被告都没有讲 你再帮被告出来 应该是法庭判决 才能 审理判决后才知道 到底有或没有 对啊 他要有政绩提出啊 对啊 所以他 这已经要进入实体的政绩提出啊 你要证明客观行为已经有 你要证明主观 没有 主观跟客观没有一致性 是产生错误的问题 那这个你就要解释啊 所以 你不能用别的判例来这样讲 好了 我们台湾的法官的信念呢 其实还有养成呢 其实要 哲学观很重要 还有逻辑 还有整个 构成要件都很重要 好 那我们进入 这个拯救者的典范 一届我们有几个典范 来 我们提这个用 高雄的路来拼 一心 二胜 三多 四围 五福 六合 七贤 八得 救入四贤 一届有好多 对不对 一心 重点是良心 是人心 是一人道 一德 然后二胜呢 杜延坤 无明显 其实我们不止两个人 因为二胜呢 在高雄 还有二胜一路 二胜六路 二胜三路 所以有很多 对不对 二胜恩路 然后三多呢 是 第一个 哪三多 第一个 先为人 第二个 次为医生 再来呢 最后才是专科医生 对 然后四围呢 他团队在作战 哪四围 医师 护理师 药师 病理 检验师 对啊 所以医院里头都很重要 四围 五福六合 七贤 八得 九如 十贤 十贤 就是 陈永新 他 医界 人物 百人 传 他写的 百人传 一直在讲 一直在鼓励人家 所以陈永新呢 真的很伟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法界的典唤 我们法界还是一心 一心 当然是 要救人的那颗心 对 法律有没有道德 有 法德 对 然后二胜呢 现在是哪两个二胜 赵子龙跟陈献玉 然后二胜也有一路二路三路 所以还有忍生 对不对 所以二胜一路呢 就是温耀炎 对不对 还有十四位法官 对不对 三多 四位 四位呢 哪四位 裁判官 检察官 辩护人 以及鉴定人 对 然后七贤呢 七贤有 简喜荣 法官 当化的 黄玉玲 法官 黄世伟 法官 季佳良 法官 于世民 法官 陈一杰法官 公诉检察官 还有刘新雅 还有余秀端检察长 还有四邻地方法院的林纪委法官 现在还会很多人加入 因为我们 对 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八德九如十前 对不对 所以司法人员 司法记者 哇 很多啊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拯救者有什么典范 他的法律哲学是什么 先为人 后来是拯救人 最后才是裁判人 如果是人 但你如果不拯救人 那只手不伸出来 你还不是人 对不对 你在旁边在看 或者是你落井下石 先为人 然后后为落井下石 所以你还是不是裁判官 那这里头会牵涉到裁判人 如果换成别的 就是检察官 律师 司法记者 监察委员等等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大提进家 马悠悠 他讲出顺息是哪顺息 人的吞言 人嘛 对不对 对 第二个是高尚 然后第三个是公民意识 对 所以他也讲出人是最重要 对不对 所以马悠悠呢 他讲说 不是任何东西都是交易 这句话就很重要 很多东西是 不是用钱交易 很多东西是 救人跟用钱没有关系 对不对 交易就是一种利益 利益关系才会有交换 如果是真心爱跟关怀 那是武士的奉献 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怎么练 No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is a transaction 对 好 马悠悠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也知道 所以这东西 他有在演奏一个最近的是什么东西 叫做Going Home 对不对 因为最近 疫情的关系 疫情的关系 所以演出也没那么多 变成在家里 然后他在家里就建构起原来忽略的地方 因为家庭跟小孩的关系 他认为朋友的关系 这慢慢重要 所以疫情期间 其实让你真正的体会 那其实 召集了世界各国 因为他的这个行动 他做了一个所谓的 Sounds of Comfort 就是安抚人心的音乐 世界各国的音乐家 全部都来加入这样子的 一个专案 一个活动 然后利用他们的音乐 去安抚现在的人心 这悠悠嘛 是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 心怀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对啊 所以食言阿嬷很厉害 对不对 那蓬佛的 很多人 很多人其实 他并不是有很高深邪问 但他都在救人 对 当心里都有天下的人 他就会一直在救人 像德雷莎兄弟 在救人 很多人在救人 对不对 只要你能够救人 这个社会就会更严满 对不对 那如果你一直在害人 然后社会上 又以害人的人 当做榜样 当做神 所以整个社会 就是神经病了 如果反过头来 你以这些典范 拯救人 你才知道 谁是对人民 有利的司法人 所以这些人 有人权拯救人的司法人 我们要给他贵官 要拿到他前面的金 给他玫瑰化 对不对 反之 害人的人 我们也要把他揭发出来 让他无所顿其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知道 大家目前都很焦虑 因为我们司法 我们看不清楚对象 我们从台湾 228 继朝礼 屠杀 然后一些乱七八糟的税 滥争税 然后害了台湾的税 乱七八糟 害台湾的司法 乱七八糟 1945 1946 1947 杀人 228 然后再来白色恐怖 1949 到1987 都是这样 所以台湾 没有人性尊严 人不知道 人的可贵 所以台湾 解研以后 虽然 1987年的 7月15号解研 但是还不懂得 要拯救 所以一些人 还是在害怕 一些人不懂得 所以法律人 根本在服从 领导服从最高 而没有把司法院长拿掉 所以这种临近革命 真的司法都没有改革 司法是让一群有问题的人 继续 继续 故事 子继 胸中 弟子 继续 这个不是皇朝吗 所以司法是很烂 所以底下的 有人权的 法律人 This is my call 这么有人权 人性尊严的 法律人 就应该要出来 你跟医生一样 台湾的法律跟医生 都是很重要 所以要拯救 台湾的法治 拯救台湾的司法 不要再被骗 台湾 骗子太多 都是高官 一般老百姓都在救人 你看热监款多少 你看新北市基金会 自由时报 监很多钱 台北市自由时报 也监很多钱 人家都有 对社会有贡献 那缓支呢 如果你这些破坏者 像南投的 那个叫什么白险 盆白险 把它整肃了 那这样能够能够看得下去吗 所以有盆白险案 我们就知道台湾的问题 还有以前的那个澎湖县长 叫什么盆啊 高智盆 也被整了 所以我们知道 整肃呢 真的很厉害 好 那我们知道 最后我们要讲什么 拯救人的 搞人祸跟拯救人的 搞人祸跟拯救人的人 如果搞人祸呢 就是恶狼 一直在珍惜 两只恶狼 珍他的财产 珍财物 破坏人类 然后 有个海豚 我们有一些影片 这只狗呢 掉在海里头 就海豚呢 就把狗载回来 所以没有钱 没有平白无故都会救人 然后还有一只这个牛呢 被人家 恶银呢 丢到这个河里头 要咬 把牛吃掉 就河马出来 救这个牛 所以我们知道 拯救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们知道 越来越多的人呢 我们都知道 掠夺者 其实很严重 他们欺验我们 巧启 豪赌 对不对 然后借机会用政治整数 无中生有 政治不办 邪事倒是搞一堆 那这个是坏人 烂病毒 有问题 小王子叫什么问题 哪一个 有问题的坏人 有问题的坏人 总是在我们的泥土里头 红面包树 然后伤人也是坏人 对不对 建商 但是也有好的伤人 对不对 伤人叫救人 对不对 改革就是要 契掠夺真人群 这样才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这一集呢 很重要 这一集我们教大家 我们要 不要一直在想做生意 不要一直在想升官花财 不要一直在讲 我呢是实事直等 我是高官 实事直等 我呢法官考鸡考鸭都很棒 其实司法人 你的人格 不需要别人来跟你肯定 你用被考鸡考鸭 你就是奴隶了 所以司法官 检察官 请你们把考鸡考鸭拿走 请你们不要再考证 你们要的是 人 人 人 你知道考鸭 才能继续被架着 你知道吗 才能继续被架着 对啊 所以傻啊 你们全部被 被人家金字化控制 所以你们真的是 头脑不清楚 我们告诉你 你们真的要 跟医生学 跟这些音乐家 艺术家 跟有人性尊严 尊重别人的存在 存在主义 把别人当是人 就是人情观念 才重要 现在只有这样 我们台湾 才会司法会改变 才会税法会改变 台湾 才会变成一个乐土 不然台湾 赚的钱 全部被这些人 A走 然后你动不动也被他 逼着你脚钱 然后把你的钱吸走 然后给你乱做 公共征收 把钱都A走 然后留下一些烂摊子 让台湾来承担 空气也给你搞坏 土地也给你搞坏 人也给你搞坏 司法制度也给你搞坏 搞得千仓百孔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蟑螂 老鼠抓出来 病毒抓出来 隔离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们台湾才能够 人民才是人 人民才有一个公平正义的司法 公平正义的立法院 公平正义的行政院 公平正义的人权的财政部 法务部 各种单位 我们不要司法院 让法庭能够独立 好 今天是5月27号 跟大家讲121的重点 121 一起努力 想跟此人要唱一首歌 让大家回到拯救人的歌 刚刚陈老师已经唱完 121 一起努力 来你来唱一下 来唱歌 拯救人 是我的 是人的温暖 拯救人 每个人的天职 对 拯救人是司法的法力人 不是 破坏人是法力功绩 破坏人是法力功绩 拯救人才是真的法力人 对不对 今天121 谢谢大家 也谢谢白天使 也谢谢我们的工作团队 也谢谢观众 那这一定要改变大家 大家观点很重要 然后我们也知道 要戴口罩 勤洗手 然后多这个要注意身体 然后要让疫情能够早点减缓 然后疫情能够结束 回到本体 回到初心 对不对 人就是阳光空气水 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的那颗心 良心是我们的根本 对 要有良心才能带领在这个疫情中 在走出另外一片天 好 我们很感谢 那我们知道 台湾的工权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第一是什么 人 人的尊严 第二 第二 要拯救别人 对不对 第三 才是你担任的职务 所以一二三 一二一二 人 拯救人 然后你的职务 对 人还要去救别人 人 拯救别人 然后呢 你的职位 对不对 我们现在 谢谢大家 拯救是 我们应该要 台湾人跟 其他 门皇时代 拿刀叉吃人肉 的地方的不一样 我们不吃人肉 我们要救别人 我们不是这些 这些掠夺者 吃人肉 对不对 甲人告告 可恶的 臭力 掠夺者 我们是帮玫瑰花 浇水的那个小王子 对对对 我们 那我们有 这个 B612 B612星球 对 台湾就是B612 台湾就是 所谓的 亚洲的瑞士 台湾是一个 报导 台湾的阳光 空气 水 土地 人民 都要很健康 都要很好 我们就不要让 人祸来破坏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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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yy